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特别要强调提高免疫力 那在这段时间百姓餐桌上有哪些健康误区 我们又怎么去科学的调整一日三餐 怎么去吃出免疫力呢 今天就为您请到这个美食专家林慧怡 林老师来了解一下这个疫情期间的合理膳食 林老师您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林慧怡 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在疫情的期间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林老师首先问问您 在这个防疫期间您自己一日三餐的饮食 有没有做一个特别的调整 其实也没有 我平常就很注重健康 所以像我是等于65岁了 那我的妈妈已经是91岁的人 可是我们平常就很保健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 倒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去注重特别的膳食 等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吃 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偶尔呢 我们都会隔几天就会熬一个这种所谓的防疫汤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把这个差不多五六只的葱 只用葱白的部分 那上面葱上面那个须须呢也不要拿掉 就是用葱白的部分呢 加上六球的这个大蒜 然后把皮剥了的这个大蒜 再加上两片姜 然后呢就用一个小锅 差不多放上差不多十碗的水 把它熬成九碗就行了 然后这个里面呢 除了葱姜蒜熬到最后的时候 只要熬个差不多二十分钟 那最后的时候加上一点冰糖 大概一汤匙的冰糖 一个tablespoon 那这个冰糖放下去的话 煮成了水之后把它当茶喝 很好喝 而且喝了以后就觉得肺特别的轻 这是一个在防疫的时候 比较注重的汤水 还有一个很好的呢 就是这个安迪汤 这个在台湾非常有名 就是利用补气的黄芪 跟补气的红枣 还有补肾的枸杞 就是四钱比三钱三钱 就是一共是十 四比三比三 黄芪比较多是四钱 然后这个红枣跟枸杞各三钱 那这个呢是非常的补气 而且是抗癌汤 所以我们就 因为是孙安迪医师设计的 我们就叫它安迪汤 那这个呢是平常滋补 就是提升免疫力 抗癌非常好的汤 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有钱的话呢 就吃虫草燕窝 不然的话就吃我们这个抗疫汤 其实也不错 那我们不妨这个分三类来讲 就是主食蔬菜和蛋白质 首先说这个主食哦 一生到主食 很多减肥的人会很怕 但是据说主食是能够 这个比较快速提高 我们体力能量的这样的食物 那我们在疫情期间 有没有必要说 适当的加大一些 这个主食的这个比例呢 千万不可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呢 在吃这个健康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 其实呢 可能大家不会注意到啊 我们最好每一餐 我现在说是每一餐哦 每一餐都要把蛋白质 蔬菜跟主食呢 把它做一个非常好的比例的搭配 就是4比4比2 就是说40%的蛋白质加油 而且是指的是好油 就是天然油 那么40%的蔬菜 20%的主食 这个主食就包括了所有的碳水化合物 包括了一些物杂粮米 建议大家可以加一点点藜麦 因为藜麦呢 就是它还有23种氨基酸 是人体无法合成的 来自安地施山 就是很有名的 大家晓得吗 去比丘那种地方 他们所当地的人 我那时候去旅游的时候 他们像猴子一样到处跑 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到了山上的话 大家都不能呼吸了 因为高山症的关系 可见了他们吃的这个非常抗氧化的 非常好的这个藜麦 藜麦叫做Quinoa Q-U-I-N-O-A 大家可以买这个东西 加到主食里头去吃 那多吃五穀 炸两米 少吃白米 如果想减肥 就把4040 20的这个主食的20呢 把它再减到10甚至5 那你就容易减肥了 主食只是增加你的能量 增加你的力量 增加你的热量 但是不会增加你的抵抗力 蛋白质跟油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的脑就是由蛋白质跟油所组成的 所以这个事一定要大声疾呼 希望大家注意 而且请记得最重要的方法是 一开餐就得要先吃一口蛋白质 那么就是早上一定要吃鸡蛋 蛋白蛋黄都要吃 因为蛋黄里面有这个暖磷脂 是对我们好的 那么这个油的话呢 要吃天然油 我教大家自己去练猪油 不要怕吃五花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的肉跟油不但是补脑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们引进到我们的胃里头 会刺激胃酸的运作 而胃酸呢 帮你在运作的这个期间呢 它全部一起消化之后 那么油门就会打开 因为胃酸退进了胃壁以后 油门一打开 所有的食物就往下走 那么记得 如果你只吃一个主食 只吃一个大番薯 以为是排毒了 其实刚好相反 因为这些食物进到你的胃里头呢 不会引起你的胃酸机制 那么胃酸如果不出来 它在里面呢 它的糖分第一时间 先进到血管里面 血管变糖 那么就是酸性血 酸性血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会胃食癌细胞 其次呢 酸性血会腐蚀血管壁 这个时候呢 肝脏就要送胆固醇 来保护血管壁 那么这时候胆固醇就增高了 第三呢 酸血除了会腐蚀血管壁之外 它因为会造成癌症 对身体不好 所以为了要让酸变碱 就会让骨头里面的钙 来试到血液里面去 balance这个酸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慢慢的就骨质疏松了 你看那些爱吃甜食 吃素食的人 常常都会骨质疏松 获得癌症 主要的原因就是 没有先从蛋白质开餐 而是吃了一大碗饭 或者是大番薯啊 这些碳水化合物 而造成的 所以骨质疏松 不要怪别人 是怪自己吃错了 所以呢 如果你先吃一个蛋 或者先吃一口鱼 鸡肉 或者是你今天 所有在餐桌上的 这个蛋白质 那甚至 甚至你如果愿意减肥 愿意划肠 划肠的意思就是说 很容易排泄啊 那么你甚至可以 就是先含一小瓢的橄榄油 extra virgin橄榄油 这个才是真正的 让你的胃酸运作的一个 很重要的机制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是多吃主食 而是要增加蛋白质跟油 那么这个呢 重要的是开餐第一口 这个很重要 就一直就把我们的胃酸 给这个引起它的这个动作 那假如你只吃了 你说哦没关系 好啊 那我早上先吃20%的主食 然后中午再吃蛋白质 晚上再吃蔬菜 错 必须是每一餐都要balance 所以第一口先吃蛋白质 那么一面吃了开餐 这一口之后呢 在细嚼蔓延 跟愉快的情绪下吃 那么你比较容易消化 我们台湾讲说 吃饭皇帝大 所以这个吃饭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时间的 你就像做皇帝一样 千万不要骂孩子 不要让大家心情不好 那么这样子的吃餐之下呢 你才会健康 假如只吃了一个大番薯 那么这造成这个血液发酸的话呢 那它因为胃酸不运作 油门不打开 食物在胃里头 唇流久了 就开始发酵 起泡 增大 又下不去 最后只好回流 喷门一打开回流的话呢 一次两次的酸腐 三次四次的酸腐 会让食道呢 产生胃食道逆流 然后发炎的食道 最后会得食道癌 到了喉咙就得喉癌 所以为了避免 这个胃食道逆流 一定是先开餐 先吃一口蛋 先吃一口肉的蛋白质 甚至呢 就是第一小瓢的 这个橄榄油 那么吃素的朋友就记得了 假如说你去吃饭 他先给你一盘生菜 你怎么办 你就要要求这个 waitress 给你送这个橄榄油 加一点 balsamic的醋 甚至呢 要加多一点的 坚果类和这个 就是坚果类的东西 或者气质 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产生 胃食道逆流 然后你也不会 就是说吃了这个东西 让它的糖 先进到血管里面 反而还会造成 二型糖尿 癌症的威胁 胆固醇的增高 钙质的流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 所以说这个 吃饭的顺序是有讲究的 二就像你说的 现代人比较追求健康的生活 还有不想怕胖 这个所以呢 很少吃精致的粮食 比如说白米或者是白米 而选择粗粮 而且我据说 这个听说这个 吃整粒的粗粮 就是这个种子里面 会有可发酵型的 这个膳食纤维 还可以提高 这个呼吸道抗感染的能力 特别适合 现在疫情期间的防疫 是 这个东西 发酵的食物呢 它有一些enzyme 其实是对我们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也建议大家 在这个抗疫情的 这个期间的话呢 我们最好是 自己做一些 发酵的食品 包括了像韩国 这个韩国的 这个kimji 或者是我们自己 做一点泡菜 那或者是大家 做一点腌菜 这个腌菜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把这个 包心菜切切细丝 加一点胡萝卜 或者什么的 你就放一点海盐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比率很重要 一磅 只放一个茶匙的海盐 那把它放了 把它抓拌一下之后呢 让它发酸 那差不多放到 一个玻璃罐里头 上面盖一个细网子 让它不要被苍蝇 或蚊虫盯住 让它要有 呼吸空气的这个 时间 然后呢 大概放个差不多 两天 它开始发酸 就可以当成小菜吃 吃饭的时候 就吃上两口 就够了 也不用吃多 它不能当成蔬菜 它只是当成一个优格 而它比优格还更好 因为优格呢 现在工厂制作的 都是加了一大堆水果 那根本都不是好的 也不是自然发酵的 甚至可能会发腐发酸 那么它是最后 在成果的时候 它可能会放一些 让它会结冻 然后呢 让它吃起来很像优格 而加了很多的这个 没有自然发酵的这种酵母 那这个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 我们吃任何东西 要自然发酵 那我们自己做酸菜 反而好 你看你买雪里红 照这个方式 洗干净了 晾了干 然后切了小冰 放了海盐 自己把它腌了三天以后 变成酸酸的 炒这个肉燥啊什么的 都很好吃 自己做 我觉得更营养 嗯 那时间关系呢 我们不妨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 再来跟林老师了解 更多有关疫情期间的 合理膳食广告后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方方卫视每周台 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呢 是美食专家 林慧宜 林老师 林老师 我们在上一节的节目中 讲了说 这个主食应该怎么吃 那接下来 想问您说 蔬菜 据说在疫情期间 要多吃一些 深色的蔬菜 来达到这个 养肺健脾的效果 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吗 啊 你讲得很好 其实蔬菜 对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要 但是是不是深色呢 没有一定 我们必须知道哈 我们的肺呢 它是属于白色的 只要是白色的 都是润肺的 所以我们开宗明义 刚才就讲到说 你要用白的葱白 加白蒜 然后把它煮这个 白水白汤来喝 那么相对的话呢 蔬菜里头 有很多的白色的 mushroom 还有白色的像这个 山药 还有百合 百合 这些白色都是支肺的 但是呢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是最好 每天都记得 吃五种颜色的蔬菜 因为五种颜色 是补五行 补五脏 那么比如说 黑色的是入肾 那所以我们要吃一点 黑色的东西 包括了truffle 那当然这是比较名贵的 就是法国 黑松菌 黑的香菇 黑的木耳 法菜 这一类都是属于黑的 那么吃一些海藻类的东西 海带啊 这些也是很好的 然后绿色的像broccoli啊 菠菜啊 这些绿色的东西 甚至呢 有一种菜叫常年菜 就是那个芥菜 那也是非常好的 这些还有芦笋啊 什么的啊 那红的话呢 我们番茄啦 红椒啦 胡萝卜啦 甚至枸杞啦 枸杞也是可以入菜的 没有说枸杞 一定要就是说 做补品什么的啊 补肾嘛 补肾也很重要 那我觉得就是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 各种颜色的啊 黄的 Zuppini啊 黄色的这种香瓜 或者还有夏天呢 多吃一些瓜类来清火 因为有火气的话呢 身体也是会不好 所以这些都要注意 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 买这个市面上的东西 或者你 比如说买小菜的 回来的时候 它旁边会配一些这个 炒的花生米 炸的花生米 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就要小心了 只要它的颜色超过咖啡色 我们就不吃了 为什么呢 它就过火了啊 所以呢 像这些坚果类 都是要凉油 小火 慢炸 炸到淡淡的小鸡 那个黄色 就要拿出来 因为它还会自己在熟成 所以这些都要注意 只要是深色的坚果类 千万不要吃 就是它炸过火了 或者炒过头了 那都是火气 像我常常要靠 火龙吃饭的人 我绝对不碰那些东西 一碰立刻压 那除非那个时候 零食你有燕窝汤可以喝 或者是说炸一些什么柠檬汁 来清火 否则的话 那个不好的 比起是个好东西 所以不是说要吃深色的蔬菜 而是吃五色的蔬菜 然后呢 多吃白色来润肺 这是蔬菜要注意的地方 对 就是说要保持这个食物的多样性 这个种类要吃得够丰富 是的 不见得要量大 但是呢 种类要多 对 那我们第三位说这个蛋白质 现在这个蛋白质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蛋白质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成免细胞 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看到 这个上海的防疫专家 广为流程的一个视频 说一段话 就是说 哎呀 中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 白椒小菜 但是这个是真没有营养的 现在一期间大家不要吃 要多吃牛排 多喝牛奶 多吃鸡蛋 当然是这个 但是意思就是说 强调现在提高免疫力 真的非常的重要 多吃蛋白质 是的 没错 这个稀饭也不是不好 只不过是呢 稀饭呢 它很容易把血糖一下子拉上来 所以呢 你只要在吃这些稀饭 这一类的这个五股杂粮类 之前呢 先吃蛋白质 那么蛋白质跟油加起来 必须占你这一餐的40% 那蛋白质当然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首先呢 就可以把免疫力带上来 但是要看是什么蛋白质 假如说它是有风流症的牛 或者说被污染的鱼 那就不好了 所以蛋白质要挑选呢 最好是要谨慎一点 那么尤其是像日本现在有污染的一些核 这个核污染的东西 那我们就宁愿不要吃再贵的 那我们也要避免 那么如果说是能够买到土鸡呀 这种就是这个叫做free ranch的 就是他们这个 白质 对比较有知名度一点 比较有知名度的一些农庄 一些farm的东西 那我就建议说 大家呢 最好是买这个猪肉 就是一般的这个卖猪肉的 它也不太 这个肥油也没有人要 你可以跟它订 给我一点猪肉 回来的时候呢 把它就是切成小丁丁 用一个小不锈钢锅 加一加着半小碗的水 然后把它切了小丁丢进去 用最小的锅慢慢的熬 熬出来那个白色的那个 这个猪油过滤出来 像油渣子 这个炒完了饭 撒在上面吃也蛮好吃的 对很香 但是呢 那个白油呢留着 那下次就用那个来炒菜 然后来这个炒饭 都是很香 煎蛋都好 那还有就是大家 千万不要把我们包的这个鸡汤 或者是排骨汤 上面的油把它撇掉 因为那些其实就是最好的营养 那假如我们可以做到的话呢 第一餐吃的时候 先别撇油 第二餐呢 你放在冰箱里 第二天早上 结上那一层白油呢 把它用一个小玻璃罐 像我们吃果酱啊 那些都会有玻璃罐 我们把它留起来 然后就用那个来煎蛋啊 你就又不浪费 又不用去买外面的油 因为很多的油呢 它都是种子 炸到冒烟点 超过了冒烟点之后呢 这些的这个种子呢 它们已经腐败了 然后呢 就要加很多的chemical 去除臭防腐 这些东西呢 吃到我们身体里面 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好的 所以尽量吃天然油 要不然就是吃 extra virgin的橄榄油 那这个对我们的身体 非常重要 你想啊 如果我们吃了那些 坏的refine过的油 那我们的肝脏腎荡 都要排毒到最后 把它还原 还原到这个油很脏 就是像抽油烟机上那一碗 那个黏黏的稠稠的 那如果用这种 不好的material 来做出来的胆固醇 当然就是不好的胆固醇 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血管壁呢 最后就会破裂 会硬化 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毛病 甚至是中风 那么所以的话呢 要吃天然油 不要怕吃五花肉 因为五花肉吃到 这个天然油呢 进到你的肝脏里面 它会做成两种好东西 一是胆固醇 胆固醇其实是 帮助你这个防疫的 因为你受伤了之后的 那一层疤是胆固醇做的 所以胆固醇 应该不要分高低 不要分LDL或者是HDL 而重要的是说 胆固醇本身的质量 是什么做的 是好的油 天然油做成的 它就很软化 如果是不好的油做的 就会硬化 而且会粘在你的血管壁上 更重要的是 这种坏油所做成的胆汁 胆汁是刺激你的胃肠蠕动 而且它到了胆里面 是化油的 那胆 我们胆是个化油器 所以呢 需要它好的胆汁 进来帮你化油 你就不会胖了 那如何吃到好的胆汁 就是吃天然油 所以就是 请你把鸡汤上那层油 留下来炒蛋 请你把猪肉上面 留的那层油来炒菜 那就是天然的 那炒菜的时候请注意 要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油多火大不坏菜 但是呢 大家又不敢吃过多的油 那可以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就是 弄一杯的热水 滚水 里面呢 就是我们把油烧热以后 大蒜片一放进去 在爆香的时候呢 我们就准备一杯的这个滚水 水里面呢 就放上了盐巴 海盐 然后把它调成一个盐水 蔬菜一下水就下 然后快速的 左手拿个铲 右手拿个这个筷子 把它这样兜兜兜 上下兜 左右兜 一兜好以后 立刻就倒出来 用个网子 一倒出来呢 这个水就把那个油就带走了 出来就是一盆绿油油的 热腾腾的 含水量最饱的这种蔬菜 如果你把蔬菜炒过头了 它就一直泄水 那这个蔬菜就不好吃了 最好就是像你这样的 美丽含苞带放的 含了很多水的 那蔬菜这样子 看着你就会想吃 我不是说你啊 我说蔬菜 对 所以炒蔬菜 就是炒蔬菜要热水炒 就最重要 对 好 你再说对不起 你刚刚说蛋白怎么样 我刚刚说就是 就是您 帮您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多吃 优质的蛋白 对 对 优质蛋白跟优质的油 是 那我们这个蛋白 除了从这个动物中摄取之外 还可以从植物中摄取 比如说从这个坚果啊 您刚刚有提到 还有豆类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每天吃豆制品呢 豆制品要看人 对 豆制品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们要看人 你比如像说这个 有些人他有痛风的 可能就不能吃豆制品啊 那当然还是吃这个生鲜的 比这个做成了食品的好啊 那只有豆腐例外 豆腐是好东西 那然后你看发了芽 就像你刚才讲了 发芽的菜 那就比豆子本身还要营养 所以呢你可以吃黄豆芽啊 那黄豆芽的不论是做成韩国式的小菜 或者是黄豆芽 包排骨汤 包得越久 其实是越好 然后呢 加这两颗 加两颗番茄 就把黄豆的那个生味 给去掉了 那个汤特别好吃 有一次我就教了我的侄女儿做 她的小孩从来对她妈妈的菜没信心 结果呢 现在疫情期间呢 她很frustrating 每天都要做菜羊吃 有一天她说她实在是很烦恼 然后刚好有一个阿姨 他们家种这个 就是各种各样的黄豆芽绿豆芽的 就送她很多豆芽 她说看着豆芽都怕 怎么办 我说你熬一个黄豆芽番茄汤 熬了以后 那天特别兴奋 马上发那个wechat给我说 哎哟我太成功了 阿姨我这个做了这个汤 两个小孩一直赞美我 然后把它抢得光光的 我太乐了 就是一道汤 我说好了 你就一汤走天下吧 所以小孩子爱得不得了 其实就是特别在这个汤的营养 然后黄豆芽的香 刚好被番茄带出来 所以这个汤就变得非常好吃 是 那这个疫情期间 虽然这个补充蛋白质 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 还是尽量避免不要说 每天大鱼大肉补的过头 那刘老师 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个 这个简单上手 这个又容易提高免疫力 大家可以做的一些 药膳补品这类的小菜呢 药膳补品的小菜呢 我建议的话 是一个很有名的叫四神汤 四神汤的话呢 就是莲子 艺人 茯苓 淮山 就用这个东西 那另外的话 你在这里面还可以加点芡食 那因为我家有快锅 我都是买猪肚跟猪肠 把它洗干以后 丢进快锅里头 很快就煮好了 然后再用这个大排骨汤 熬出的汤呢 再把这四样的这个食材放下去 然后慢慢的包 包好了以后呢 这个汤非常的滋补 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他从台湾来 那然后来拜访我的时候呢 蛮可怜的 疫情期间来到这里 没有餐厅开 也没什么东西吃 那我就包了 刚好包了这个汤 我说来上一碗 来上一碗 他吃了以后 他觉得特别感动 尤其是他说 立刻整个身体就热起来了 他说 我就说 那真的是很滋补 对不对 那这个四神汤 我建议大家 每一个礼拜至少包一次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的 这个 这个 你行补行 你千万要相信 不要说怕吃内脏 因为猪肚跟猪肠 真的是补度补偿 对很好的东西补味的 所以大家要试试看 这四神汤 那大家如果觉得 这个比较麻烦的话呢 我们就是每天都要炖一个汤 排骨汤也好 鱼汤也好 什么汤都好 那么你就买一些白色的 包括山药 包括这种 比较滋补的这种食材呢 把它丢在 像刚才的黄豆芽 也是很营养的 就是每天都要喝一点汤水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那当然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说 如果你家里有这种虫草的 或者什么东西 那个也是丢在汤里头 还有红枣 这都非常好的 那我给大家一个 因为我们家老广 我们家是很爱煲汤的 那我们家在煲汤的时候 多少都会放一些 这种小干货 所谓的小干货 就是什么红枣 大枣 楼汉果 这种东西 我们会就丢一点在里面 霸王花什么的 家里面常备一些这种干货 然后拿来包在汤里头 那就对身体很好 那如果你有朋友 他们家有开檀花 你就跟他要回来 洗干净以后呢 加冰糖炖成花 那个非常的滋润 那大家也可以炖一点点 那个就是银耳汤 莲子银耳加红枣 这些汤呢 都是非常好的滋补 那你就不要去吃什么甜点 就把这个当甜点吃是最好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懒得炒青菜 不喜欢有油烟 你每天可以打一点 综合蔬果汁 那这个综合蔬果汁 是有蔬有果 你可以放一小球的broccoli 放一小撮的这个菠菜 然后放一个苹果 放一点凤梨 放一点香蕉 放一点kiwi 各种颜色 然后呢 最重要的时候 你加水要打的时候 你当然也可以放点 berry 可是要打的时候 请你记得 加一小瓢的橄榄油 再丢上一点点的 这种各种各样 像Costco有卖那种 一整盒的 assorted nuts 坚果类 丢进去 然后把它打 像那种三匹 三匹马力的 这个非常好的 这种果汁机 然后把它打成了浆 然后就直接喝 又帮助消化 又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素 对于这个养颜美白 很重要之外呢 你就用油跟坚果 补充了它的蛋白质 跟油分 也balance了这些蔬菜 水果里面的酸 那么这个对我们身体 是非常重要 我所谓的酸 不是说它的味道酸 是它会造成血液发酸 容易产生癌症 所以这个是一个 补充蔬菜 维他命C 各种维他命 综合维他命 还有就是balance 你的这个身体 最好的东西 就是汤汤水水 对 是 总的来说 就是疫情期间 特别要提醒大家 在提高免疫力的同时 那要均衡膳食 保持这个食物的多样性 那今天时间关系呢 只能先跟林老师 请到这里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 林老师能给大家 提供更多的美食建议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就希望大家这个 吃的健康 吃的漂亮 吃的开心 是 那也希望林老师 以及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在疫情期间 保重 然后吃出健康 吃出美丽 今天在这边 谢谢 也希望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祝你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